最后有一个涡渡方程在应用上面的例子 就是我们可以利用涡渡方程来解释气旋和反气旋的强度发展 通常这个问题会怎么问呢 就是一般状况下你会看到气旋的强度 譬如说台风好了台风的强度可以发展到非常的强 那反气旋就是高压 高压通常不会很强 它会范围很大但是它的梯度比较弱一些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在大自然里面看到的现象是气旋的强度通常会大于反气旋的强度 我们要怎么样用数学来解释它 同样的问题我们在第三章的3.2.5那一节 介绍梯度峰的时候曾经用过梯度峰近似来解释这个现象 那现在我们可以利用涡渡方程来解释它 这个是我们刚刚看过的近似过以后的涡渡方程 那这是权威分项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下面的这个积分后的形式 那小T的话代表时间 等号右边的第一项这个是绝对窝度在某个时间T的数值 然后绝对窝度的权威分项在这边呢 这是代表它的T度的意思 那你把它乘以一个时间间距就是你过了某个时间间距以后 它应该加多少绝对窝度的数值到原本的数值上面 那加上去之后这个就会是下一个时刻的绝对窝度的大小 所以这边会有个下标写T加1就是下一个时刻的意思 好那我们现在用这个赤子来分析气旋和反气旋的强度 所以时间的变化 那如果是气旋的话 因为气旋是往内旋转进去的 所以它是符合 符合的话你去算浮三项的时候它的数值会是负的 那相对窝度会是正的 那假设我们在北半球的话 情形窝度也就是正的 那所以浮三项这也是负的 相对窝度是正的 情形窝度是正的 然后这个等号这边是一个负号 所以正的正的负的 然后负的 所以它等号的右边这里会是正的 所以绝对窝度的改变率 就是等号左边这个绝对窝度改变率会是正的值 所以你现在这边有一个正的值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再加一个正的值 就表示你的这个绝对窝度会持续的增加 那你可以假设你的气旋的位置不变 所以F是不会变的 那所以就是你会看到相对窝度 随着时间持续的增加 也就是说这个气旋会持续的增加 那如果是反气旋的话 浮三项的数值会是正的 它旋转的方向是顺时增转 所以它的相对窝度算起来会是负的 那一样我们在北半球 所以F是正的 所以你去看最上面这个就是 括号里面浮三项是正的 Z是负的 F是正的 那如果相对窝度和行星窝度 数值差不多几乎互相抵消的时候 这个括号里面就会趋近于零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绝对窝度的改变率会趋近于零 所以你原本这里有一个T时刻的绝对窝度在这里 但是你的这个趋势是接近于零的 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加上去的那个值其实是很小的 所以你反气旋即使要增强 它也没办法增加太多 所以你下一个时刻的绝对窝度或者是相对窝度呢 就会慢慢的趋近于某个定值 它不会像气旋一样非常快速的增强 那同样的分析方法你也可以去推理一下南半球的情况 那么一段时间就应该呢 不能足复前探计